大家都说冬季的萝卜正扭习甜脆好吃 而瑞穗香复原社区发展协会去年拨洒了两公顷的萝卜甜 社区农民黎云芝还特别以有机肥来栽种管理 而如今萝卜成熟 乡公所支持办理榜彩头活动 结果吸引了千人挤爆萝卜甜 仍然扛着一麻袋的有机萝卜博得新年好彩头 一拿到袋子大家是迫不及待冲进田中大采有机萝卜 萝卜大丰收采都采不完 有人干脆拿一麻袋来装现场气氛的落 多吗 多 都大大的 你看 小的比较实在 它过手不是裂就会 里面就会捧心 这将近两公顷面积的萝卜甜 虽然主要作为绿肥作物 但是复原社区发展协会爱护土地 社区农民黎云芝就特别以有机肥来栽种管理 如今萝卜丰收社区和农民也乐于分享给大家 这不用放很多啊 这个放了大纵七八包吧 那个有机肥不会很 不会是像化学肥料 你放化学肥料放多了地会酸性 会酸性 萝卜又不好吃 复原社区发展协会在乡公所支持下 今年开办棒彩头活动 原本初估可能只有白人来参加 不料现场却是满满人潮 大家一代一代的把有机萝卜扛回家 因为年龄冠冠将近 我们就把它体验成好彩头的一个活动 冬季萝卜正当时口感脆挺好吃 除了把萝卜体验 社区阿嬷们也将现材的有机萝卜 制作成了荤素口味的萝卜糕 也当场熬煮萝卜排骨汤 让大家一饱口福 有咸的 有咸的 还有便康的 还有猪肉 还有香菇 有苍 我会办这个活动是要感谢我们 有一个小地主大店龙的苏大哥 然后还有复兴村的林云之李大哥 那他们就是突发奇想 就觉得说很想要来种萝卜 然后给大家来体验拔萝卜 所以这个活动也要感谢我们的乡长吴婉德 最要感谢的是我们复兴社区的团队 还有我们八子庄合作社的同仁们 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就看到大家一起合作 天脆清香的有机萝卜 大家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扛回家 发挥巧手厨艺 新鲜烹煮料理 多的就做成各式萝卜腌制品 爱勿习服 也希望新年能有个好彩头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